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2023年最新悬疑惊悚影片夺命水象 上映今年的4月份 该片出于新西兰 值得一提的是 导演用一种很独特的方式 狠狠地讽刺了一波人性丑陋 那么马上就为观众老爷们奉赏 这部最新上映的悬疑惊悚影片夺命水象 好话不多说开始 影片一上来就抛下决定 一名男子拼命挣扎 试图爬出水象 不过还是被不明生物拖了下去 只留下了凄惨的喊救世 画面一转来到1978年 此生女主先生其名为安娜 此人是个生物学家 专门负责研究两棲动物的 男主约翰与安娜是同行 同时两人也是夫妻 这里比较尴尬的是 两人研究的项目 在当时是非常冷门的 这也就导致赚不到什么钱 甚至欠了一屁股急一晃 就在两人要走投无路的时候 天上却掉下来个大馅饼 随后一名律师找来 这里说起来就有点巧合了 这个约翰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患有先天性精神病 结果父亲还因意外去世了 直接刺激到了母亲脆弱的神经 使得她精神病复发 从那时起就一直住在精神病院 然而前不久 刚刚在院方那里收到 母亲离开人世的消息 今天来的这个律师 是母亲的委托律师 负责处理她的遗产 这倒是让约翰一脸梦 在她的印象中 从没听说过母亲的名下 有什么遗产 随后律师表示 这可能是母亲 想留给你的一个惊喜 这种家族隐藏遗产的事 时常发生 没什么好奇外的 现在的情况 就是母亲给你留的套房子 你可以选择要 也可以选择放弃 不要的话 可以交给政府进行拍卖 约翰一挺开什么玩笑 现在正是手头紧的时候 便二话没数 就接过了钥匙 不过临走前 律师好心告诉约翰个秘密 那就是当初她父亲的真正死因 并不是母亲口中说的出车祸 而是在母亲留下的这座房产中 溺水身亡的 看来她的父亲就是影片开头 被不明生物拖下水箱的那名男子 可到这 约翰就纳闷了 为什么母亲要隐瞒父亲的死因 其次就是 她为什么要隐瞒房产呢 不过怎么说 还是解决了约翰的燃眉之疑 先看看房子再说吧 随后她拖家带口 来到了这处房子 结果一到地方杀眼了 不仔细找的话 还真就找不到这所谓的豪宅 周围的杂草 已经将房子全部掩埋 随后约翰带着家人走了进去 好消息是 里面没什么损坏 还能住人 紧接着 安娜发现了这个房子的唯一亮点 那就是位于后面的海景 怪不得这么多人喜欢海景房 谁看了这美丽的景色 不心情愉悦呢 与此同时 约翰发现个睡觉 正是影片开头 将父亲拉下去的那个 随后约翰走了下去 一番查看过后 并没有什么异常 只发现了一个 掉在地下的游等 这倒是让她觉得有点奇怪 不过也没在意 不久后 这一家人开始在这生活了 经过一些简单的处理以后 总算是有个家样了 可在整理物品时 让安娜发现了一本日记 约翰拿过来一看 正是母亲的笔迹 很显然这是母亲的 紧接着 两人读取了里面的内容 结果发现 这个房子貌似有点诡异 据母亲记载 早在1946年的时候 他们就搬到这里来了 起初生活很顺利 为了解决供水问题 父亲特意找人 挖了个水箱 也就是刚才约翰下去的那个 可不久后 约翰的父亲就消失了 起初母亲以为 他只是出去办事了 直到消失三天以后 才意识到有点不太对劲 随后报了警 虽然警方受理了此案 但始终都没有找到父亲 不仅如此 在父亲消失五天以后 他们的女儿 也随同一起消失了 这才让约翰知道 原来他还有个姐姐 导致约翰产生个大胆的猜想 他表示 由于母亲患有先天性精神病 所以日记上的内容 可能并不属实 父亲与姐姐的消失 很有可能是母亲所为 所以他才隐瞒 父亲的死业 还有这处房产 就是不想让人发现 他们的遗体 那事情到底是不是 约翰想的这样呢 我们继续玩一看 不久后 约翰女儿在睡掉的时候 发现床底下 传来了异样的声音 吓得他赶紧跑到了某天的房间 见此 安娜立即起身 查看了一番 结果发现 只是约翰在下面修东西 虽然是个乌龙 但安娜还是觉得 这个房子 哪里不太对劲 便与约翰说了这件事 可约翰表示 别大惊小怪子了 这只是搬到新家 不太适应罢了 之后 约翰准备解决一下水的问题 好要一事 这里的水泵还能用 只要打开水箱里面的水阀 就可以了 紧紧着 约翰再次来到水校 轻易就找到了水阀 可此时 让约翰发现个奇怪的东西 类似某种鱼类 这刚好对上了夫妻俩的兴趣爱好 之前就提到过 他俩是专门研究两棲动物的 安娜看到以后 那是相当兴奋了 眼前的这个黑乎乎的东西 很有可能是新物种 这下我们可发财了 真可谓是好事连连 马上夫妻俩又迎来一位新的客人 是这附近的房产经济 表示有个人愿意出很高的价钱 买下这栋老宅 这倒是让约翰很意外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过来打听了 然而让他们更意外的是 出价竟然高达了起位数 约翰的意识是 好不容易有人买 则还犹豫啥赶紧出手得了 可此时安娜却唱起了反调 只因为她听房产经济说 还可以溢加 这让安娜认为或许这首房子能卖更高的价钱 便表示要再与出价者谈谈 此时的她倒是不嫌弃 这房子诡异了 见此房产经济也只能同意 随后转身离去 可紧接着恐怖的一幕就发生了 正当房产经济准备吓闪的时候 突然遭到了不明生物的袭击 并被拖走了 难道说是影片开头的那个不明生物吗 先带着这个疑问 我们继续玩一看 由于山谷比较空 房产经济的喊叫声惊醒了安娜 吓得她马上起身四处查看 别说还曾被她发现了异常 只见一个诡异的东西 出现在了窗台外 随后丈夫约翰也赶了过来 但她并没有发现什么 此刻的安娜表示 这里实在是太诡异了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 约翰一挺 心里那是无数羊头 见过双表的 可没见过你这么双表的 白天还说要留在这 与买主议价呢 现在就吵着要走了 就此约翰决定也不议价了 明天就去卖房子 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 结果恶号再次来袭 正当约翰准备下闪 去找房产中介的时候 却发现她已经血泥林子倒在了地上 慌张的约翰马上报了警 并开车往家赶 与此同时 安娜这边也发生了诡异的事 那就是她在家中发现了很多 不属于人类的脚印 紧接着屋里面就传来了恐怖的声音 加上之前在窗台外 看到的诡异的东西 再结合之前约翰母亲写的日记 安娜终于反应过来了 当初母亲选择隐瞒 约翰父亲的死亡真相 并不是像约翰怀疑的那样 母亲这么做 实际是为了保护约翰 就是不想让她找到这 因为父亲与姐姐的死亡 都是被这里存在的不明生物杀害的 到这约翰已经安娜才意识到 此地不宜久留 便决定起身离开 可为时已晚 虽然约翰报了警 但由于地方过于遥远 警力不足 只派过来一名警察 很明显这就是过来送人头的 果不其然 刚停好车 就被不明生物拿下了 然而此时的不明生物终于现身了 正是之前约翰从水下 带上来的那个黑乎乎的东西 只不过这个是完成体 正好此时约翰下山来看看警察是否来了 结果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吓得约翰立马逃回了房间 不过此时约翰产生了个大胆的想法 之前在清理水箱时 在里面发现了很多炸药 是当初挖水箱时候留下来的 那么只要将这个怪物引到水箱下面 引爆炸弹 便可以将它除掉 事彼此 约翰马上跑到了水箱下面 并埋好了眼线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地方可不止一只怪物 水箱下面还藏着一只 随后与约翰缠斗起来 不过最终还是被约翰逃了出来 与此同时 另外一只怪物也已经闯进了安娜家 并将安娜的孩子给夺走了 可就在此时迎来了本篇最大的犯罪 怪物并没有吃了孩子 反而像是在保护它 很明显怪物误将安娜的孩子 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直到现在两口子都没反应过来 怪物实际是在找自己的孩子 也正是当初约翰拿上楼的那个小年鱼 到这就比较讽刺了 明明是受害的一方 却被描述成了怪物 为了救下被怪物夺走的孩子 安娜此时也是母爱附体 十字节点燃火把 并带着汽油瓶冲下了水箱 不过这里有一点 此时的安娜已经侵犯了怪物的领域 可即便是这样 怪物都没有攻击她 而是选择在远处观望 这就表明 实际怪物并没有什么攻击性 只是长相有点吓人罢了 他们的心里只想找回自己的孩子 可安娜不管这些 此时的她只顾着自己的娃 不久后 在怪物的老巢 发现了自己的女儿 然而紧接着怪物凶声恶诈的冲了过来 很明显怪物们以为 安娜想再次夺走他们的孩子 便准备攻击她 见此安娜只好点燃手中的汽油瓶 才化解危机 但并没有烧着他们 而是因为他们怕国 也是借着这个弱点 暂时为安娜一家人逃跑 争取了时间 随后一家人 跌跌撞撞的上了车 可刚要踩油门时 那个某怪物又追了上来 很明显 她也是有母爱的 当然是要拼尽全力 想夺回自己的孩子 可无奈 她手里没有枪 只有可怜的嘶吼声 最终还是被安娜一枪结束了生命 只留下了 那个宫怪物孤独终老 到这儿 影片也接近了尾声 结尾还有个彩蛋 那就是不久后 有一群工人来到这个房间 准备重新装修一下 肯定是有人买下了这里 然而紧接着就传来了怪物的嘶吼事 很明显 这些工人遭到了怪物的复仇 自此影片结束 此片导演运用了一种另类的手法 狠狠将人类讽刺了一搏 别说是怪物了 就是换成这座星球上 现有的任何一种动物 结局的命运都是一样的 只要它侵犯了人类的利益 就会遭到枪杀 在这儿 我只能祝愿它下辈子投胎当个人吧 这样就可以吃动物们的肉 还可以拿它们的孩子当宠物 将它们的家园抹平 建立高楼大厦 哦对了 还可以将它们关在笼子里面欣赏 或者是让它们杂耍 来哄我们开戏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儿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看个原片 我是马峰苏定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们 还可以查点赞 特别推荐一下 感谢观众老爷们的自私与话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众老爷们